這個叫做大瑞鐵路的 咽喉的這個工程 藍蒼江特大橋 在今天進行了河龍的一個工程 而且這個工程又創下了世界紀錄 又創紀錄了 我們先給大家看 你知道這個大橋 基本上它是橫跨藍蒼江 有沒有看到那藍蒼江 在那個底下那麼深的地方 是 這個橋全長有528.1公尺 主跨有342公尺 而且它跨過的是最複雜的 橫斷山脈這個地形 你仔細看 事實上他們在橋的兩端 先在原地垂直的架設 架設完之後用翻轉的方式 你仔細看 慢慢的讓它下降 要結合了 是 這樣子就結合起來了 這樣子就讓它給結合起來 你知道嗎 而且它結合的角度是數130度 而且用了所謂的 全世界第一次用到 所謂二次的速轉的工法 所以你可以仔細看這樣子橫跨 我們以前過去想說奇怪 這樣子跨江的這個大橋 到底那個上面那個 怎麼架起來了 那個拱形的做起來不容易 現在真的開了眼界了對不對 我想到還這樣的工法可以完成 那這個橋呢 因為它是從大理到瑞利的 這個路段人家稱為大瑞鐵路 你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 你現在這條要通鐵路 但是如果差一吋 差一毫 你可能接不起來 你這個工程失敗 是啊 而且再告訴你一件事好不好 這個橋完工之後 基本上它未來中國要通向 東南亞還有東亞國家這些地方 它以後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連接通道 講到這個大橋 大家就覺得說 我們好像比像在中國 有很多這個山區